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十年走过来丰功与与 这个齐齐复复 我想呢 这个 我对中美观总体还是是乐观的 因为 这个是双方共同立业所在 七八年千步建交的时候 我已经去了华人郑了 我在大使馆呢 因为那时候是准备做大使的翻译 但是我真正接手是在七九年一月份 美国呢 当时从上到下也是中国热物 这个长期把中国当成敌人来对待 这个 但是呢 从他实际立业的考量 他为了对付前苏联打中国牌呢 再加上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可以看懂中国的市场 所以 他的兴趣确实也很大 这个发自内心的企业界啊 或者 这个民众啊 对中国的这个好感 也逐渐在恢复 这个 办了出土文物展 就引起轰动 出土文物到了美国展览 这个展览也是第一次了 后来又送他大熊猫 这些友好的姿态 在美国来讲也是得人心的 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尽管 双方隔绝了很长时间 而且处于敌对的状态 但是呢 就友好的这种感情啊 或者说在人民内心来说还是存在的 在82年的时候 那时候老布什是副总统 到中国访问 所以邓小平他就跟他讲说 售台武器问题是一个 东美关系的一个阴影 是一个潜伏的一个危机 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最后呢 美国老布什回去以后就拿了一个 这个潮案 就是法药区公布的潮案 跟中方开始谈 谈呢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条呢 就是他认为 表示呢他这个不行求一个 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 但是呢他要完全停掉也做不到 所以要逐步减少 直到最后解决 那么这个我们当然出于 一个是中美关系的需要 长远考虑是吧 另外我们改革开放的需要 所以在美国后来就接受了 就在美国能够真正的 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前提下 这个可以接受你逐步减少 直到最后解决 但是呢应该说 美国他没有按照公报来做 他言而无信 所以至今这个问题 还是得从美关系有很大的干扰 因为当时呢这个领导人给我们的指示 就是你道歉我放人 因为你这个飞机这个侵犯了我的这个领空 这个而且把我的这个飞机撞坏 飞行员牺牲 你当然要道歉 所以就是双方在这个道歉这个问题上 就来回的这个斗争 那我们讲你光给这个飞行员 跟飞行员的家人道歉还不行 你要跟他的转油表示道歉 你要对中国人民表示道歉 那这个经过双方来回交涉之后呢 他也接受了 但是这个道歉这个字用什么字 当然 他呢严格来讲真正的道歉 从英文来讲 apologize 这个是道歉 是吧 但是他 这个 可能不能接受 最后他说我可以说表示sorry 或者甚至非常抱歉 very sorry 当然这个sorry嘛 你说从英文来讲 他也有一个表示千亿的什么含义在里面 在他道歉之后 那么我们就放人了 人放着之后呢 就有一个飞机怎么个还给他的问题 那么按照他的意思呢 说我这个飞机修修可以飞回去 那我们说你这个事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能做到 你这个飞机 这个侵犯了我们的领空 这个而且是造成了我们飞行员的伤亡 这个牺牲 这个这个 所以你必须把它拆开来 运回去 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坚持下呢 他也没办法 所以他只能是 叫了这个飞机的制造商 来把这个飞机大卸8块 然后 这个雇了 这个 外国的这个 因素计 把它运回去 所以从这个里面呢 我觉得可以看到一条什么呢 尊重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 这个美方是欠我们账的 美国人他要尊重我们的主权跟领土 这个完整 这个是建交公报里面所规定的 这个他要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吧 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一条就是 美方要严格的按照 三额公报来做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在这些问题上 出现了摩擦也好 碰撞也好 就可以避免 否则那这些问题还会发生 中美关系呢 我觉得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是吧 那么现在关系发展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么一个密切的程度 是吧 那么双方确实互有需要 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友好 或者说是主张这个发展中美关系 也大有人在 这个力量呢 我觉得也不可小事 所以我想只要是比较理性的 来看待中美关系 来对待中美关系 这个扩大双方的共通力 管控好分级啊 这个是最佳选择